这笔是不是牵丝,这笔肯定是牵丝嘛 是吗,这个 为什么,因为这个字是这样的 为什么多了这个呢 因为它要牵下来,怎么牵呢 看到吗 这边牵了 所以一牵的话,看到这个,对不对 它牵,或者它这边牵 这边下来 牵哪里的啊 这个就是牵丝 它走的时候,这边走 另外一个是 你们要做笔记的话,可以抓一张,因为你说它,它是这样走 这边上去,你看这个是不是牵丝 看到吗 这个看到牵丝吗 看到 写行书 不知道牵丝的吗 那你写不了牵丝 没有办法 你要知道 哪一个是牵丝 哪一个不是牵丝 好像这个来讲 这个来讲 这个然后写完了,它这样写 你看 你看到这边 这边下来啊 其实从这边到这边是什么 看到这个吗 这边 是牵丝 哇,你好像很担心啊 开始而已啊 牵丝 可是可能写不出那个牵丝 牵丝我们的一件事 能够写出去 写不出 不要写 不要太过担心 哎呀可以写出来吗 我们的问题是 每次要 要要要 因为人家都是牵丝你就要写出来 不用 牵丝可以了 就算你写的时候啊 它本来是这样的 这样就是 这个就是原来的字吗 它是这个来的吗 你要不要签 那那你就随意了吗 可是 如果你这是写下来的话 它真正的是这个啦 而且它这个层 它是 啊这个 它其实是这个来的 那 可是这个它改的改了比顺 它是这样 这样下来 这样下来 这两话 其实是 把把数 改成撇了 所以它是这样 这个不是牵丝 可是它把那个笔 改成这样了 你知道吗 这边下来的时候 这边 它走着 它应该是这样 推上去 看到吗 这个 如果你写这边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这个啦 当然你要这样也可以 可是暂时我们不要这样 如果你这样 推了应该是这边推 推上去的时候 推上去这边写下来 然后这个呢 它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可是它又没有 其实它应该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勾啊 不是牵丝 勾啊 那个勾它不要掉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 实的它不要掉 牵的它又把它 显示出来 所以写行书的难处是 什么时候 实变成虚 虚变成实 它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 实虚啊 我们写 写行书都是在研究 什么时候实 什么时候虚 虚可以变成实吗 实可以变成虚吗 那个 这个只是一个概念 怎么做呢 我们一个例子给你 写的时候给你看 这边没有 这边 想象它又没有 它直接 一个点 没有了 这边其实有 一个牵丝 两个牵丝 三个牵丝 看到吗 这个有没有牵丝 各位看一下 我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就 可以看到 有 其实这边有 有几个牵丝 可能你看不到 这个牵丝 这个牵丝 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 这样子 这边下来是吗 这个牵丝 两个 应该是这样子 看到一个牵丝了吗 我没写出来 那个是牵丝 看到了吗 看不到 看到这个牵丝吗 那这边有谁 哪里有 对啦 好啦 不过我要告诉你才知道这个是牵丝吗 那边有谁 他增长了一个牵丝 他增长了一个牵丝 就是那个 这个牵丝 这个牵丝 对对对 就表示说你看到了啦 有些人看不到吗 变上去了 一个这样子 这样子吗 这样子吗 你看到牵丝了吗 这个是牵丝了的 这个 应该完了吗 牵丝 很多人看不到这个 他灵的时候 他灵怎么 他这样灵 他做一个 以为是特别的 他不是 他是这个来的 牵丝下来吗 现在你明白牵丝就重要了 你明白你在灵的时候 你乱灵的 坏处了 看到这个 以为这个口是这样 他口不是 他口是这样 他怎么牵呢 这边牵下去 这边有两个牵丝 看到吗 所以他胜是这样 一个牵丝 一个牵丝 两个牵丝 其实我们习惯上有很多牵丝 这种牵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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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你看我可以写 他没有我也可以写 所以 能够 这种牵丝 很自然的 有你写惯了 它会出现 可是你灵的时候 你要看清楚 哪一个是牵 哪一个不是牵 那你可以写出来 现在这个叫 叫你们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牵丝 每个人灵的时候 都出问题的 是哪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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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写这个文的时候 它是这样 这个是牵丝人的 牵丝 by the way 文是怎样 为什么要多这个呢 因为它牵到很湿 虚变成湿 看到吗 所以其实我们写的都不需要 这边 看到吗 它这个牵下来 它是 有意无意的牵的 它不是刻意这样 很多人是这样去 那就错了 为什么 它是这样才好 就是说你 你 你看 很自然的 我可以写的 你能不能够 我不管 你能够做就做了 你能够做就做了 可是不要刻意去弄它 你刻意去弄它 你淋不出汁了 这边你看到几个牵了吗 这边有一个很 很好的例子 它有牵 又把石变成虚 这个是 很少的一个例子 第一个 这个肯定是牵嘛 因为它是这个的 这个肯定是牵 牵的时候它 你看到它向上 看到这笔吗 看到吗 它向上 所以它层上取下式 对不对 看到吗 你要看那边才可以的 才明白 然后这边走的时候 它一个 这边没有问题 可是这边下来的时候 牵看到吗 这边呢 这个很重要 它把这个石变成 虚 在行书里面 石笔变成虚的例子 少之又少 这个是其中一个 就是很突然写这个 子的时候 它是这样写的 子 或者了它这样写的 因为它这个是石笔 石笔写成虚呀 这个例子是很少的 其中的一个例子 所以的字里面 石笔都要石写 物要虚写 可是 很多时候 石笔它会虚写 其实也有啦 其实也有啦 不是说少 反正我们写这个 有时候它就是这样 这个 它把它写成虚呀 反正我们写 这个这样 有时候变成这样 石笔变成虚 不过这个例子很少 不过这个例子很少